知名微部落格平台汤不辣日前宣布,将从12月起于平台上禁止所有的情色内容。 在官方释出的公告中表示,汤不辣即将于17分之12日起于平台上删除所有的色情内容,但用户会预先收到通知,并采取申诉管道或是提前将内容保存在汤不辣以外的平台。 同时公告中也说到有鉴于变更规模的庞大与复杂,所有的变更不会在一期之间发生。 汤不辣于2007年成立后,对于成人内容的尺度相当宽,因此在上面可以毫无困难地找到许多限制及裸露图像与照片。 但也因为这样,汤不辣阿普在上个月遭到苹果从阿普死兜上下架的处置。 普遍认为,汤不辣也是因为为了重新将阿普上架,才决定大刀阔斧整顿网站。 至于怎样的内容才会被删除,怎样又算裸露呢? 根据汤不辣的说法,除了大众普遍认知的色情图像外,入股内容以及裸露也包括在内,唯独在哺乳或艺术政治的领域下,是否删除则会是情况而定。 汤不辣在声明中也提到网路上真的不缺乏专门提供成人内容的网站,我们把这类的内容留他们去发挥,把我们的精力投注在创造最让我们的社群感到欢迎的环境。 而针对汤不辣做出拒绝成人内容的原因,声明稿中则是表示我们有责任考量这个冲击对不同的年龄族群、人口、文化和倾向所造成的影响。 我们花了相当的时间衡量特定表达内容包括成人内容对社群的优劣。 透过这样的过程中,我们了解到少了这样的内容,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个可以让更多人觉得可以自在地表达自我的地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